弟兄姊妹知不知 受敌經常用盡各種方法 想我們忘記神的這些恩典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 我是讚美之全鼓手的Yohan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平時我生活中 如何學習過一個充滿感恩的生活態度 在貼索羅尼加前書五章十八字中說到 凡事謝恩 因為這是神在耶穌基督女向你們鎖定的旨意 凡事謝恩 我相信很多事情發生都不是必然 所以我都學習感恩生活上每一件事 無論是好事還是壞事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想過 其實我們每天早上起床 仍然有呼吸、有生命氣息 都不是必然 所以我鼓勵你 起床第一件事可以先感謝神 去感謝祂給我們有生命氣息 仍然有呼吸 臨分之前可以去想一下 回想一下那天發生的事 有沒有兩件是值得感恩的 在禱告中我們去感謝神 當好事發生 或者得到一些東西的時候 當然要感謝神 我們要學習好好珍惜這些東西 因為都是神給我們的恩典和祝福 不過還有一件事你可以做的 就是將這些事寫下它 記下它 多些數算神的恩典 可以和身邊教會的弟兄姊妹 或者你身邊的朋友 去數算神的恩典 互相鼓勵 弟兄姊妹你知不知 其實受敵 經常都用盡各種方法 想我們忘記神的恩典 所以寫下它 可以說是 將來面對挫折困難 面對仇敵 其中一種最好的武器 當我們遇到壞事 其實都要學會去感恩 我知道很難一點都不容易 但其實這些都是神給我們的功課 很多時候我們看回頭 都會發覺我們在這些事裡面 學到一些神想我們學到的功課 學到一些人生課題 以及看到神的幫助和保護 我記得有一次 我星期天去教會服事的時候 我在高速公路開車 突然間有一個車輛飛過來 撞到我的車頭 下車輛 發覺我的Bumper 右邊已經全部爛了 我下車輛看 很不開心 但我記得 學會第一件事 我先不要埋怨 我想一下 其實神在裡面當中都有保護 其實我可能命都沒有 一個車輛這樣飛過來 但我只是爛了Bumper 所以我鼓勵你弟兄姊妹 我們練習就是遇到不好的事的時候 我們先不要埋怨 我們討告救神的大能去幫助你 我們嘗試用神的眼光去看這件事 看看有什麼值得感恩 還有忍耐 有信心 去依靠他 因為我相信神一定會幫助你 生活上除了感謝神 我也學習感謝我身邊的人 生活大小事上幫助你的同事朋友 其實我相信都是神派來的天使 所以不要吝惜你的感謝 多些跟你身邊的人說 多謝 尤其是當他們幫助過你的時候 或者你可以在適當時 公開地去多謝 去honor他們 除了多謝 我覺得還可以做到一步 譬如過時過節 可以買一些小禮物 或者寫一張卡送給他們 我相信當你願意去給出來 去感謝你身邊的朋友的時候 神一定會大大更加去祝福你 而且給你足夠有餘的 去祝福他們和感謝他們 希望我今天這個小小的分享 可以幫助和鼓勵到你 去建立一個充滿感恩的生活態度 我都還在學習著 我相信是一生的功課 就讓我們一起努力吧 拜拜